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百万YouTuber蔡阿嘎近日与老婆李贝 带着两个宝贝孩子到庙里白白迎新年 大人投了香油钱后 大儿子蔡陶贵就闭上眼睛 双手合十成心许愿 模样十分可爱 蔡阿嘎很好奇儿子许了什么愿望 于是便开口询问他 对此蔡陶贵表示 他许的第一个愿望是希望永远跟妈妈在一起 第二个愿望则是希望每天都可以早点放学 第三个是希望 可以赚很多钱 让蔡阿嘎笑说 儿子的愿望都好实际 没想到当天回家后 李贝问蔡陶贵想赚很多钱的原因 儿子却表示 如果有很多钱 妈妈就可以不用上班了 暖心的话语让李贝十分感动 网友也纷纷留言直呼 蔡陶贵真的好贴心 愿望都跟妈妈有关 真的是个孝顺的好孩子 咱们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